是的 蔡英文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 当选为宝岛史上最高票总统 风光展开第二个任期 评论员普遍相信 香港反修例抗争起了刺激的效应 带动台湾选民群起反扑 通过选票向北京表达 台湾人要民主自觉的立场 拒绝不断升级的威权主义 政治分析刨根究底 认为亲中共的国民党 已经是和选民失去了连接 才会翻船败北 国民党已经偏离了 他原来的那个主张 渐渐就是他当中的很多人 似乎就成了对岸的声音的传声筒了 这个是造成他自己的支持力量流失 和这个年轻选民和中间选民 原来甚至对于民进党不太满意的 蔡英文过去三年的经济成绩并不足处 但是也转去支持民进党 因为捍卫台湾的生活方式 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那个800万票 这个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票 实际上就是代表台湾的民心 这个给中共当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就是台湾人民要自决权 台湾大选落幕后 一批官选的中国海外民主人士 星期天在台北举行座谈会分享心得 提到了香港反修例运动 无疑是促使民进党胜选的因素之一 呼吁台湾人不能够忘记 继续支持香港抗争者 与会者也认为选举带来的影响 不会只是停留在台湾 也会影响邻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争取民主自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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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ым 感谢观看